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自香港 住在香港 在香港工作 这个好像 凤小月啊 哦 TVB 我在香港出生 然后在中学的时候就去英国 大学回来香港 香港 节奏很快 我在香港走的都是上背书的 哦这个人应该很喜欢运动哦 深圳是一个 属于年轻人的城市 包容性比较强 我来自大湾区的深圳 哇 和深圳的缘分在21年开始的 深圳很新 适合有喜欢新鲜感的人 节奏很快 我来自一个比较传统的潮汕家庭 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定居在广州 广州 我来自大湾区的广州 是因为上大学的时候来到了广州 然后现在就一直在广州生活 广州年轻人比较务实吧 只是把当下的事情做好 生活位比较足 大家都比较松弛 挺惬意的 香港男孩和澳门男孩 观念会不会跟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还是挺好奇 挺期待的 对我理解是一只大船 拖着一只小船 然后两个一起做 大家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淡淡店 邀请站 它的意思就是淡淡店把钱赚 恋爱的话就是淡淡店把爱谈了 淡淡店 我是那种 就像偶尔来的小惊喜的人 谢谢 所以你是因为最后那种 一个月见几次面的那种 不能天天见一只 是一件好事 比较容易 没有那么信任 缺乏安全感 其实这个事情弄清楚之后 起码不会有什么遗憾 肯定还是遗憾 为什么不遗憾 我就不是主动型的 我就是像主动型的 城市亮灯 还有其他城市啊 这些也会开的 然后我们这是惠州对吗 你能接受异地恋吗 异地 太现实了这个问题 可能他不跟我 在一个城市就算异地恋了 我会比较建议这个事情 是一个很多人都过不了的馆 还是一个考验吧 双方彼此不能每天都见到 然后也不能参与到 对方生活的点点滴滴 还是希望每天 还是经常见到那个人 感觉让两个人之间 会产生一点隔阂 我还是觉得 跟大家的那个距离有点远 我好像找到了答案 我以为你不回来了 我有点事 但我肯定会回来 跑回来 你一会干嘛去 送你去穿班卷 下班后会有一种 很期待的心情 发现自己是要跨你家 趁热到三缸 风险去的上 18分钟 坦烈就像您在一起了 我等一等你 我扣不起来想见到你 一步一步地向你走去 真少是双向奔赴啊 我觉得人在哪 重要心在哪 说得好 你都不愿意为他在机场 狂奔一下 放手去做吧 不要有顾虑 我现在觉得大湾区也没多大 其实你看啊 可以从他们的表达里面 其实也是对于 异地这件事情 跟我们刚开始知道 他们在大湾区的担心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说了几句话 我都觉得很喜欢 对 人在哪不重要 心在哪 这句话好粗 然后其中有一个 我们的心动嘉宾还说 我觉得大湾区也没有那么大了 我个人觉得 异地链是可以抗拒的 就当你有能力异地链的时候 或者说你愿意去异地链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大湾区已经不算异地链了 或者刚才那个女孩不是 在这个时候 爱情是在她心里面 膨胀的 她会觉得说 这个算什么 她现在在外星球 我也跟着去了 对吧 就是用那个爱一下 把彼此拉近了很多 主要是这个异地 到底多远算异地 对啊 她是时间上的 还是空间上的 还是心理上的 我个人觉得大湾区不算 因为其实1.5个小时嘛 他们是坐动车1.5个小时最多 我是坐飞机快15个小时 我觉得就像明昊说的 到底是时间上的距离 还是距离上的距离 还是心理上的距离 这都是一种距离 那如果说两个人都已经同床共诊 可是却同床异梦 那其实才是最可怕的异地的感觉 所以一开始物理上的距离 这真的都不是问题 往后的相处 你肯不肯为对方用心 你有没有欲望去分享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那才是最大的重点 我到现在都还是有那种 哇快见到她了 我会小路乱撞的感觉 即使已经十几年了 那就是延长了你的爱情保鲜期 的确延长了 首先我觉得爱是可以超越时空 超越时间去传递到另一个人的 但是当我这么想的时候 又觉得爱它是需要在身边的陪伴 是需要呵护 当美好的东西消退之后 我还愿意在你身边的一个那一刻吧 我记得好像五月天 他就有一首歌叫做最重要的小事 我很喜欢这句话 陪伴就是两个人可以 借由陪伴的这个过程里面 不断累积很多很多 生活中最重要的小事 我觉得工作压力大 心情不太好的时候 看到你的时候 我会觉得哇 全世界就是只要有你就好 那种感觉 有一句古话叫 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但其实在我看来 我不知道我这种感受 是不是很奇怪 我觉得两情若是长久时 就是在朝朝暮暮 你委屈的时候我在 我开心的时候 我能第一时间和你分享 你能看到我开心的表情 我委屈了 你能拥抱我 我们都能在一起吃四季三餐 它都是由这些朝朝暮暮的细节 才构成了长长久久的爱情 异地恋这个话题 对于年轻人来说 特别的现实 很多人想要解决 但是没有能力 去解决好异地恋的这个问题 他们想要在一块 但是他没有办法 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觉得 有一个方式方法 就是如果你要去一个新的城市 这个城市里 除去这个心爱的人 在这个城市之外 我的专业能不能在这个城市当中 有施展的空间 如果我能做到的话 那我就不是放弃掉 我原来的城市 而是我创造一个新的生活 我是掌握我自己的主动权的 我常常接受访问的时候 被问到 你是怎么成功经营异地恋的 我说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目标 就是赶快结束这样的异地恋 对不对 那刚刚呢 在场的丘比特们呢 都分享了自己对异地的看法 那如果大家呢 也对于异地有自己的想法 或者见解的话呢 可以上微博带话题 你能接受异地恋吗 畅所预言 那我们的官博呢 也会实时的来跟大家互动 说不定呢 还会被翻牌 获得很多的惊喜奖品哦 再给大家看咱们这个盒子 这是礼物 这个太可爱了 好可爱呀 这个应该是他们的爱的信物 这是他们心动的信号 啥 他们一个手链 哦 手链 6月25日 猫咖 one state one state的卡是 之前mini day的那个升级吧 那我们有了这个one state 可以利用周间的这个碎片时间 去接触对方的一次机会 每周一零点开放 先到先得 每周只有一个人可以获得 且这个人后续呢 也不能重复使用了 就像我们第四季的时候 那个Simon啊 你今晚有时间吗 我吗 嗯 第五季根源啊 其实是可以对于爱的表达可以大进一步的 大助攻 大助攻 超级大助攻 机器已经在现场了 啊 明浩来看看这个 现在这口就可以吗 哦 哎呀好可爱呀 你要开去哪呀 哎呦 啊 就有这个卡片了 哦 你可以填 你想要在哪一天 在什么地方 啊 明浩如果我们这一群人出去玩的话 只能找一个人出去 你觉得你会选谁 就不好选了吧 那就第一次出来的那个卡片的时候 就是芥末章鱼嘛 可以跟我互补的菜是芥末章鱼 他选了一个没来的 我们的西梦瑶呀 啊 没来呀 我再给西梦瑶念一下 然后他这次也是因为时间的问题 好 稳重但有性格的芥末章鱼 然后内心稳定有力量 永远坚持自己的声音 芥末章鱼可以互补的是 回转寿司 然后我们这里呢 还有follow卡 follow卡 肯定是他们这次的意思了 那肯定是什么 你喜欢谁你就给他的之类的 像不像房卡 或者是喜欢谁 就去离他近一点 有没有可能 跟着他 哎 真的 会不会是那个就follow 就是说他跟别人one date的时候 他follow去 这也太 哇 我这 我这集愿意冲五个会员看 哈哈 那他们 那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 当然知道啊 就是这样 知道那这恋爱要怎么谈下去 那可能要他愿意发给他 说你可以跟着我 我觉得他实在这么没有眼力见的话 就是可以来这么做这个事 这个follow卡呢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大概有猜到了 就是你选择你喜欢的 无论如何 我都选择你 像恋爱的向日葵心动的人在哪 我就像哪一样 而且听说呢 这个不只是入住的follow的钥匙 约会呢 也可以拥有这个follow卡 未来还会有更大的作用 这个真的是我蛮期待的 嗯 好想知道哦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另外的一个剧透片了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张收藏 尤其只有一张的follow卡 来了来了 就只有一张 哇哦 什么刺激吗 慎重思考 第一位发送名字的人才 什么 手速几块 follow卡有人收到了 哎呀 你会吧 那follow的人是谁呢 如果说他回来了 可能follow就行 我拿到follow卡了 那你今天要跟我约会吗 我的分寸的卡 谁拿了 太晚了 太晚了 我们有这种机会了吗 你有啊 One still 每周只有 所有人 只有一人可以使用 还有可能会被拒绝 特别拒绝了 再去晚了 可能就没有选择的机会了 这种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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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自己的新闻 去连百次了 这是 One still 这个是你的表约卡 你记不记住吗 这种机会了 这种机会了 出乎意料 是谁的电话 哦 哎 什么在哪 新的人吗 哦 找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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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你好吗 嗨 哇 喂 专属的电话吗 好呀 那就期待明天见面 那我会把握好机会的 答应了 他没选择我 应该没有机会再见 啊 会我们离开是不是 你一定要当面告诉我 我 难道就会有压力了 可以选择走 但是我不希望你走 我不走 可以选择走 今天做得很好了 你没有错 还是很委屈 我不想让 我是要赌财的 怎么了 追求你的过程中 我会 患得患失 我情绪起伏这么棒 哎 现在我想要很明确的告诉你 我喜欢你 哇 这是那个爆灯 对不对 我觉得我 好像 相信爱情 遇到我久违的心动 我还那么设想会遇到你 他们大家都没有你这么勇敢 勇敢的人先追到爱 同意 真爱值得等待 我觉得你肯定会来 不懂我 手动雨伏 属于我们俩的滑雪场 好有浪漫细胞啊 好看啊 以后让你天天看 愿意揍我的女朋友吗 这好看啊 光看这个片段就觉得好浪漫 哎呦 课到了 课到了 好期待啊 赶快放正片 粗略的估计一下 我应该大概就会哭个四五回而已吧 我觉得不止哦 我应该是全程以母笑 诶 雪曼姐真的 根据我们这个 说不定你可以写出 好多美好的故事来 你们这不是剧本拍的吗 这真的是问到重点了 我们每一集播的时候都说 这个剧本太绝了 但是真的编不出来 剧本都不知道该怎么写这个故事 因为这个真的就是真实的表达 剧本绝对写不出跳河这个事情 他做了我人生中最想做的事情 刚才我们看片的时候还在说勇敢 因为勇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品质 勇敢的人先得到爱 嗯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一个主观视角的小片来公开一下 更快的让我们认识一下他们 好的 并且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提取三个他的关键词 好不好 来我们请看 这个熟悉的闹不要生 8点半 家是带鸽了 哇 嗯 哇 还进房 还进房哎 爱喝咖啡 爱健身 看他的手背蛮壮的哦 我觉得应该是自我管理 全体 都是西服哎 感觉他对自己的穿着是很有要求的 对 他很正式 对不对 他的衣服 比较精致 又多 这是在香港吗 现在是在香港或者澳门吧 他早上起床然后喝咖啡 然后咖啡的旁边我看见还有书 很多的书 我看到那个书里面好像有一本书的书名叫卓尔 我天哪 你看这么细节 他不就是书棚吧 哦 喜欢音乐 哇 吉他也有哎 我觉得有点像音乐 文艺 文艺 哇 这是个文艺青年 好牙痞的房子 感觉他很喜欢设计 他的影子 身材不错 也蛮高的 骑自行车上班 那就是文艺设计和腿长 可以 我仔细的看了一下腿 哈哈哈 好多首饰 他看的是那马斯克的书 很时尚呀 他的衣服还有他的首饰 很有自己的搭配的摄像品 没 下楼直接工作 就是他的生活跟他的工作应该是比较 融为一体 对 自由工作者 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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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标本 摩托 摩托 好可爱 哇 是早餐 哇 好想点一份吃啊 他会不会是时尚设计师 对 就是跟时尚的比较的饰品 一服饰品啊 很有自己的搭配的摄像品味 对 空间不大 但是很干净 这样 紧紧有条的 还挺好的 哇 这个我喜欢 你喜欢男生爱干净 当然啊 挺欢 左边有那个 宣剑 还有戴墨镜 哦 因为在海上 可能是海 刺眼 他在看篮球 应该喜欢运动的一个人哦 像是香港了 他去了哪里啊 他去医院吗 理疗 应该运动伤害 应该运动类很厉害 哦 哇 打篮球 嘿嘿 啊 阳光运动男 你喜欢会打篮球的男生 呃 也是西装 很简单的感觉 简约 简约 对 保持热爱 奔赴山海 很有生活经验 因为看他的冰箱呀 还有喝水旁边 有很多生活的东西 I just wanna drink you down I just wanna drink you down 来来 感觉会是一个很顾家的人 戴伞 哦 新能源车 新能源车 事业算比较成功吧 全英文 这有没有可能是外国有名的 外国人 外国人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们猜外国人 因为那肯定是他自己手写的嘛 而且他一开始有全英文什么拼音 拼音的包 有可能哎 刚刚呢看到呢都是心动男嘉宾的部分的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第一视角的心动女嘉宾们 来吧 T020 哎呀 标层 景观很漂亮 这是什么洋装吗 连衣群 哎呦 羊肚群 宠物 哦 手机 手机 迷糊 他在找他的手机 迷糊 是一个可爱的小迷糊 有很多拖鞋 家人 哦 我觉得他性格肯定是那种比较浓烈外向的 因为他会把他的自言自语说出来 哦 珍妮 我的手机忘了 我们出发咯 对哎目前还没有自己跟自己聊天的 就他第一个啊 就把心里OS直接念出来的女孩 嗯 那你们早上起来自己不会跟自己说话吗 你会怎么样 你第一句 哦 明昊 Good morning 你不会把他说 帅气的一天又来了 我起来起来就 啊 这不叫对话 你会说话吗 我会偶尔会说 就一开窗美好的一天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自己给自己就是 打气 打气一下 来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位 七点半起床 好多玩哦 好温暖哦 感觉是应该是一位可爱的女生 很有童趣 他还会摆盘呢 生活的仪式感 啊 他家布置的好可爱啊 画画 然后喜欢养植物 喜欢花朵 好多肉 嗯 中国寿司 感觉很有自己生活的那种小情调 肯定不是经常出差的人 因为出差的人绝不可能养植物 哦 哦 其实也可以养 三十天浇一次水的 那个花 搞不了 我 我养 哎 尴尬了 尴尬了 撞江口上吗 哈哈哈哈 他还要抱这个小动物睡觉 其实内心很可爱啊 对 一神神 你现在睡觉会床上摆娃娃吗 都是我女儿的娃娃 不是我的 你自己不 我抱我女儿就够 他就把牙子上 哈哈哈哈哈哈 好浪漫哦 好多保养 护肤品 粉色 很喜欢粉碎 全部都是粉色 粉色和蕾丝 公主型的女生 我个人觉得会 有一些优雅的感觉在 猫爬架 哎呀 猫竟 有成型啊 这个反差很大 他好喜欢蕾丝哦 很女人饿 哦 衣柜类好多蕾丝 早餐只吃苹果呀 哎 这真的现在女孩都是这样的吗 这马上烤肉 我扶你是条汉子 我们以为 我们以为他去吃苹果 结果他去吃烤肉 哈哈哈哈 因为得垫个苹果 要不然也咽不下去烤肉啊 哎 这个人反差好大 我对他很有兴趣哦 真的反差很大 哇 这个好可爱哦 雷斯配跑车 早餐是烤肉 加苹果 加苹果 我估计他在外人面前 可能是比较酷一点 应该是挺有个性的 我觉得 哎呦 同意 我觉得是那种预解性 九点 经济学 经济原理 金融的 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 在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 从此前预测的 每天都会起来听财经新闻 这也是 敬业 2025年的经济增长率 预期则维持4.9%不变 他感觉他穿着也很干领 对 他好金融啊 银行的吗 OK 接下来 最后一位我们的心动女嘉宾了 我们来看一下 几点就更早 怎么大家都那么早 拼音图 爱拼音图 喜欢动脑 应该是晨跑 正身去了 应该 够 哦真的耶 过年词 晨跑 这么自律吗 先去晨跑 再去上班 搬车 汽车的那种开发吗 设计概论 应该在车企 好 其实呢 我们现在对于我们心动嘉宾们 已经大概有些了解了 确实我们看到了整个班区的生活 它是非常的多样性 很多样化 那这些事情呢 都让我们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那个问号转起来呢 就是一个心形的形状 就一起来让我们感受一下 这一季 所有的心动嘉宾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好不好 好 不好 还要等下周啊 下周很快 希望大家一起跟我们期待一下 我们下一周 心动的信号 第七季 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多城奔赴 我们不见不散咯 下周见 拜拜 兄弟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